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宇飞 今日的第一条新闻来自中国 科学家们正在突破科技界限 成功研发出一款由人类干细胞制成大脑的机器人 这项技术不仅能教会机器人避开障碍物 还能让他们学会抓取物品 令人惊叹不已 这背后是天津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的科研人员的新勤努力 这项技术也标志着中国在脑机接口领域的重大进展 接下来我们来到香港 北京的高级官员郑彦雄表示 香港只要拥抱香港精神 并相信中国的支持就能持续保持成功 它赞扬了香港市民对国家和城市的热爱 自力更生 追求卓越 以及及适应变化的心态 最后 我们来看看泰国的社交媒体风潮 Essher为泰国KO对中国直播开榴莲的新功夫赞不绝口 这种技术 让人们能够徒手打开榴莲 并估算其重量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科学家在天津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合作下 成功开发出一种具有人类干细胞制成的人工大脑的机器人 这种芯片上的大脑技术 结合了大脑类器官和神经接口芯片 使机器人能够学习避开障碍物和抓取物体 这项技术属于脑机接口的新兴分支 旨在将大脑的电信号与外部计算能力结合 天津大学副校长明东表示 这是世界上首个开源的芯片上的大脑 智能复杂信息交互系统 可能会引领脑类计算的发展 研究团队还发现 使用低强度超声波 可以帮助类器官更好的整合和生长 改善神经网络的形成 这项技术有望用于治疗神经发育障碍 和修复大脑皮层损伤 南华早报报道 北京驻港最高官员郑彦雄 在香港回归27周年前夕表示 香港如果相信国家的支持 并继续弘扬其宝贵的精神 将能够持续成功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回顾了他过去两年的施政成就 并强调香港在风浪中前行的精神 在一场庆祝活动中 郑彦雄提到香港精神 结合了爱国和爱港自力更生 追求卓越和积极适应变化的心态 使香港克服了各种风险和挑战 郑彦雄还指出 随着国家安全法的时 使香港变得更加安全 开放和充满期待 李家超在视频中也提到 政府在恢复免隔离旅行 实施第二三条法律 和解决分间住房问题等方面的努力 并表示 政府将继续创造机会 为香港的未来发展铺路 日本时报报道 埃沙尼亚总理卡亚·卡拉斯自上任以来 一直致力于加强他的外交政策支持 他在接受其他领导人的建议后 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 阅读了包括命中注定的战争在内的 多部关于中美竞争、伊朗历史、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传记 以及中东、以色列、巴勒斯坦 和台湾问题的书籍 卡拉斯在去年接受波尔课采访时表示 外交政策不再是他的弱项 他的努力和学习 使他在应对普京的侵略 和其他国际事务上更加游刃有余 展现了他对外交事务的深刻理解 和坚定立场 这档节目让人感到痛苦的 看着这些MMA选手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古老的问题 当运动员不在投球或截球时 他们是否有趣 很多证据表明答案是否定的 但这真的重要吗 看看年度体育人物奖 看看任何比赛后的采访 都督除了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阿加西的自传 正如大卫·福斯特华来士 在特雷西奥斯丁如何让我心碎 中所说 顶级运动员必须拥有相当无趣的个性 才能在压力下保持不动摇的专注 Patty the Baddy Pimblett 是体育界的一个异类 作为一名利物浦的MMA选手 他的YouTube频道让人抓迷 BBC3试图通过Patty and Molly Show No Mercy捕捉这种魅力 但效果却差强人意 节目中 Patty和他的好友Molly Meatball McCann被强迫进入不适合他们能量和个性的不自然场景 使得他们显得非常不自在 尽管他们本身并不缺乏娱乐性和魅力 但节目剪辑和场景安排 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光彩 卫宝我花了几个月时间采访人们的性生活 并得到了很多有趣的发现 比如在中国调情 澳大利亚的性工作 尼日利亚的危险关系 这些都显示了世界各地的亲密关系是多么的不同 我的一位朋友最近搬到了英国 他告诉我 英国男人在前夕方面很差 这对他来说是个文化冲击 他是西班牙人 认为口交对西班牙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 而英国男人很少尝试 即使尝试了 他也希望他们停止 性行为是否受出生地的影响 这看似愚蠢的问题 其是揭示了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性行为差异 比如在日本 婚后或有孩子后不再有性生活是常态 2023年的数据显示 日本有一半的婚姻是无性生活的 而在澳大利亚 国家残疾保险计划 甚至支付性工作者上门为残疾人提供性服务 各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文化 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人们的性生活 南华早报 前香港足球教练 约恩·安德森表示 香港应停止每年花费数百万纳税人的钱 在足球上 因为这使得本地足球官员 没有动力去改进这项运动 安德森在担任香港足球教练的两年半时间里 将一支方向不明的香港队 转变为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 成功晋级今年的亚足联亚洲杯决赛 然而他认为香港足球总会 HKF 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发展这项运动 南华早报报道 Netflix通过增加本地内容制作 成功在东南亚市场提升了自身的市场份额 特别是在印尼和泰国 但尽管如此 Netflix仍面临来自本地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这些对手主要专注于韩剧和华语剧 根据Media Partners Asia的研究 印尼和泰国的Netflix用户中 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观看本地内容成为订阅者的 Netflix在雅加达的一次活动中 展示了即将推出的本地原创剧集和电影 包括印尼导演乔科·安瓦尔的科幻剧《梦魇》与白日梦 这部剧集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极高的观看量和好评 Netflix的策略是通过与本地创作者的紧密合作 确保内容的本地化和高质量 从而吸引更多的观众 南华早报报道 泰国的一位知名意见领袖 对中国的榴莲卖家用徒手开榴莲 并估算重量的技能表示惊叹 称之为《新功夫》 这位名叫Mina的KOL定居北京 并经常在YouTube上发布有关 她和中国丈夫之间文化差异的视频 她最近迷上了中国的榴莲直播 认为这些卖家的友善和独特技巧非常吸引人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榴莲进口国和消费国 占全球消费量的82% 泰国政府也邀请中国网红到泰国进行榴莲直播 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果 柳连因其独特的味道和高营养价值而备受追捧 尽管其气味浓烈 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南部省份是主要的榴莲种植区 鸽子的榴莲品种也有其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雅虎美国报道 格拉尼特·扎卡在勒沃库森度过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赛季 并带领球队赢得了历史上第一个得甲冠军 现在,她正带领瑞士国家队征战2024年欧洲杯 并在比赛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多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称号 尽管扎卡的国际比赛生涯充满了争议和祈福 但她在俱乐部的出色表现为她注入了信心 瑞士球迷和媒体对她寄予厚望 希望她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续带领球队取得胜利 扎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个人荣誉让她感到高兴 但她更看重球队的整体表现和进步 尽管过去在国家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 但扎卡在本届欧洲杯上展现了出色的领导能力和比赛状态 被认为是瑞士队成功的关键 美联社面对朝鲜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 美国正努力巩固与亚洲盟友的防御合作 近日,美国在东海与日本和韩国完成了首次多领域演习 自由边缘,这标志着华盛顿在加强与关键亚洲盟友的安全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期三天的演习提高了先前演习的复杂性 涵盖了联合摊导导弹防御 反潜作战 监视等多项技能和能力 这次演习旨在提升三国共享导弹预警的能力 尤其是在朝鲜不断测试更先进系统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尽管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该地区唯一拥有足够复杂军事力量的伙伴 但由于历史上的敌对关系 美国通常分别与两国合作 然而,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正努力在防御合作上取得突破 尽管这在各自国内引发了一些政治摩擦 拜登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日韩两国的合作 试图在面对朝鲜和中国的威胁时 建立更紧密的联盟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和朝鲜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 以及中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军事扩张 使得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安全合作 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明镜需要您的期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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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